沒問題啦 我就覺得他也是救生的 也救很多人 都已經躺在醫院 這位婦人還要幫神譚說話 翻開他的腳 上面黑黑的瘀青痕跡還沒好 明明罹患糖尿病 但不看醫生 只聽神譚的話 兒子氣的說 媽媽差點沒命 其實我說拜託要送醫生 他也不想讓他送醫生 他說送醫生 他在隨時 他都叫他姓陀要喝水 讓天陸讓他 不可以讓他送醫生 說男朋友身體比較健康 神譚治療婦人的方式 匪夷所思 叫信仲喝自來水 用藤條打腫雙腳 還要求一定要去神譚過夜 威脅說看醫生就會不治 這樣糖尿病就會好嗎 結果婦人送醫時 腳底又紫又黑 全是被藤條打到瘀青的痕跡 直到昏迷送醫 發現血糖飆到600多 差點沒命 婦人還是深信不疑 就嚇一股炸口 她說她的腳都五千 血糖已經關到600 實際找到嘉義這間神譚 外表看起來像一般住家 外面供桌上有幾尊神像 這位婦人拿著藤條甩來甩去 否認為性中治病 揮舞著藤條說 打雙腳只是壓殺氣 你… 我所有人都要把手刷出來 卸好病患送醫後 在家戶病房觀察 已經沒有大礙 不過仍然需要治療調養 兒子說再也不讓媽媽去神譚 什麼喝自來水打腫雙腳 就不用看醫生 實在讓人不敢相信 記者侯國文在家報導 打不運 打不吝 … …